这个谁 针对这个耀宗来 真的是还是死心不改 还在要歪气四四 我们已经有讲过 我们不像马华 当武统对马华来赢 在马华的眼光 以前武统不跟回教党合作 现在武统跟回教党合作 已经变质了 为什么马华还不要跟武统断交 你看好像行动党 在阿兹斯的时代 他们绝对不会跟武统合作 但是现在在哈利的时代 他们就要跟武统合作 已经变质 所以我们就看回教党的领袖断交 因为我们要坚持维持原则 反而反观的 相反的你看这个 马华 当武统跟回教党合作 说包来包去 一唱一和 他们不只是没有跟武统断交 好像行动党这样 跟回教党领袖断交 可是他们还是跟回教党一唱一和 回教党的领袖哈利一唱一和 还散播谎言说 我们要征兆做首相 尤其是领基祥 确实是很险碰的 因为他到现在不能够拿出证据说 领基祥要做首相 他说我们一个以前退党的领袖 退党的州医院这样讲 他这样讲他有什么证据吗 你就当做他是 因为他批评我们就讲真的咯 这样改次每一个人批评 你啊 那个也是很整的 你要讲证据的 如果你做一个部长不能够讲证据的话 你就不配做部长不配做领袖 也不配做歹事 所以我在这一方面 希望他能够停止这样不道德 而不老实的政治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他叫我道歉我不愿意道歉 你为什么 我在等待你要采取行动对付 所以我在等 你限我四十八小时 不知道要道歉我 还没有到四十八小时 二十小时内我就跟你讲 我绝对不会向你道歉 所以你要怎么样 等着你来 是否又是 是否又是 斧头蛇尾 斧头五龟 所以我们在 在等着你来 如果是看他没有这个 看他那种的版本 没有这样的勇气 来针对武统 那这个也是不得了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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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